還說我自己覺得 可能也調查不出個索爾蘭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多就是跟 那個張三政要資料 張三政就是把公文 各方面會議記錄全部給他 那他就是說 這個很奇怪 林涛編故事的能力超過你十倍 但是 旁邊有個受害者 林涛連開已經跌到看英文了 但是你這樣子一直講 最關鍵就是說你要拿到他 到底有沒有收會什麼什麼 這個我覺得議會根本調查不出來 你再打點林涛就對了 林涛不用白費 我不是 我是說去努力 我們把這一段錄下來 剪下來送給林涛 沒有 我要講的是說 我要講的是說可以去努力 然後努力之後交給你剪掉 真的不用對林涛可惜 因為林涛私下都講你壞話 真的 兩個人關係不好 那天我們在錄友台那個節目 因為友台那個節目是 廣告時間網路沒有斷線 那時候我們在講你拿自拍棒 然後我就 主持人就問說 葉元智這樣做不是很奇怪嗎 林涛說葉元智不意外 真的 賴清德總統講說 我百分之百相信鄭文燦的清白 因為鄭文燦吃便當吃得很快 好 那你們會說什麼 啊 彈戶啦 都彈戶啦 而且我告訴你 鄭文燦是理科男喔 對 他是台大電機 他是台大電機 他電機喔 台大電機喔 理工系的不會 對啊 刀鴻安啊 理科人不會看啊 而且十件裡面有八件都假的啦 因為一般通常都會講一下 就是說哎呀 同黨同事發生的事也很遺憾啦 那我們支持他讚清白嘛 因為以前民進黨都這樣講 但這一次就是完全連這種都沒有講 然後 然後而且以之前 因為鄭文燦他是開發航空城 在2015年那個時候開發航空城 那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其實就直接指出 開發航空城就是在炒地皮 所以他 我相信就是賴總統 可能對於鄭文燦過去一些行為 他是有點意見 所以他這一次才會表現出 就是好像比較不假磁色的樣子 那第三 就是我要講就是說 陶原師你又掐頭去 我真的忍不住要插話 航空城是吳智陽時代開發的 賴清德講的炒地皮 是指吳智陽時代的做法 那時候我相信 陶原人都知道 一個小水池叫金池塘 對 小水池要花多少錢之後 後來是鄭文燦去之後 把他hold住的 把他hold住的 但他後來又重新開發了 重新開發就方法不一樣了 但是他2017年 重新開發是因為 我們確實需要航空城 我們確實需要低沾航下 但土地的開發 跟吳智陽那時候的選擇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是 他2015年重新開發 賴清德是2017年講 但賴清德2017 他並不是針對誰 他就是直接講 這整個開發案就是炒地皮 然後第三個 我覺得因為現在 桃園他說 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去調查鄭文燦的案子 桃園的議會 是議會 是林濤說的 林濤主張 坦白說 我自己覺得 可能也調查不出個索爾蘭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最多就是跟 那個張善政要資料 張善政就是把公文 各方面會議紀錄 全部給他 那他就是說 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你太曉得林濤 林濤編故事的能力 不是超過你十倍 但是 林濤連開 一定跌到蔡英文了 但是你這樣子 一直講 最關鍵就是說 你要拿到他 到底有沒有收回什麼 這個我覺得議會 根本調查不出來 這就好比說台北市 現在不是在針對 柯文哲做調查 這三大案 很奇怪 可是就也只能拿公文 說很奇怪 但是你要怎麼調查 你要約柯文哲 他不來 你要約彭震生 他也不來 你要約已經離開 台北市政府的人 他不來 你現在是在打點林濤就對了 林濤不用白費 我不是 我是說去努力 我們把這一段錄下來 剪下來送給林濤 沒有沒有 我要講的是說 我要講的是說可以去努力 然後努力之後就要可以剪掉 但是民進黨我覺得也不要雙標 因為那時候 林濤在調查的時候 民進黨就說 林濤你在趁熱度 那難道民進黨的議員 在調查柯文哲也是趁熱度嗎 我覺得議員 就是他本於他職責 他去調查這些事情 我覺得大家就尊重 你真的不用對林濤客氣 因為林濤私下都講你壞話 我真的 兩個人關係不好 那天我們在錄友台那個節目 因為友台那節目是 廣告時間網路沒有斷線 那時候我們在講你拿自拍棒 然後我就是 主持人就問說 葉遠之這樣做不是很奇怪嗎 林濤說葉遠之不意外 我真的 那個黨團叫我收徵 而且那是七八點的時候 有些人在亂講說什麼 我就是在那邊 在那邊不去開教育文化委會 我明明就有去開會 而且那個是七八 早上七八點的時候 有些民進黨 那就是胡說八道 還好我有澄清 葉遠之剛剛講到一個點 我覺得是重要的 就是不要雙標 不可以雙標 特別是法律 就法律 每一個人面對法律的時候 應該都是 只有一套標準 所以大家質疑的是說 好啊 那如果 用同一套標準的話 為什麼林之廟 為什麼高鴻安 他們的這個 而且林之廟有一個很誇張 他有一個情節 他不是保險箱 裡面有一些東西 用一腳 行李箱 對 那個行李箱沒去 你知道嗎 那個行李箱 也沒有被檢方給插口 對 然後後來問說 那行李箱裡面裝什麼東西 裝以前的情書 這種謊話 然後 好 裝情書為什麼要燒掉 請教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他可以這樣子 林之廟 他也沒有被押起來 那為什麼 同樣的標準的時候 鄭文燦就應該要被押 更何況他就已經卸任了 那所以翻開我們的法律史裡面 為二使用到實質影響力的 一個叫陳水扁 另外一個叫鄭文燦 那其他人都沒有影響力 你們也做得太沒有存在感了吧 林之廟 你們是現任的 可是你們都毫無影響力 這樣子的道理 你覺得可以說服誰嗎 所以剛剛原子講說 民進黨不要雙標 對 我們也希望司法不要雙標 而且林之廟那個是農地變更 已經變更完了 鄭文燦這個是到內政部 內政部到現在為止 不知道幾年了 就是沒有給他過 那所以按照 從現在的結果來看起來的話 誰的問題比較大 實質影響力 實質影響力是在林之廟的案子裡面 是實現的 因為他的土地變更是已經 已經變了 已經變了 那個利益其實是已經獲得了 那林之廟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看他只有80萬交保 他80萬交保 所以這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民進黨的立場是相信司法 但在整個案子辦的過程當中 確實會讓人家覺得說 為什麼不同檢察官辦案的標準 居然完全不一樣 如果實質影響力是確實存在的 包含高宏安有沒有把助理 邀到香山的小套房裡面 要求他把手機把它刪掉 訊息全部刪掉 甚至把它丟掉 對 有沒有要求助理拿咖啡 潑主機 有 對 那這些不是實質影響力嗎 而且這在偵辦的過程當中 檢察官其實都已經有了 為什麼他不用收押 那鄭文燦的案子 如果戰爭的涉嫌 然後他的標準是對的 那我只要問說 為什麼這三個人 鄭文燦是已經卸任的 桃園市市長跟行政院副院長 他有實質影響力 但林芝廟 高宏安 一個是現任的宜蘭縣縣長 一個是現任的新竹市市長 這兩個沒有實質影響力嗎 這個標準到底在哪裡 另外講到泄密這一件事情 如果他的講法是說 鄭文燦在整個7月5號的過程當中 有把訊息傳給他的助理 然後這個裡面的訊息 是有檢察官的偵辦方向 你知道律師在這個地方 我就有一個疑問 檢察官的偵辦方向 他擬出來的稿 ABC 檢察官就按照這樣子的標準去問嗎 不可能吧 檢察官在問案的過程當中 應該會隨著這個被告的狀況 或者他調查的狀況去做調整吧 他現在的講法是說 因為鄭文燦給他助理的東西 跟檢察官所辦的方向 包含檢察官提問的內容完全一致 所以他覺得有泄密 我就覺得這太奇怪了吧 檢察官你自己心證 你要怎麼樣辦案 你要怎麼樣審案 應該是在你的心裡 而且隨時依照庭上的狀況去做調整吧 這應該才是事實的狀況吧 怎麼會把這個當成一個理由來收押 我也覺得很疑惑 另外泄密這一件事情 我才覺得真的怪 昨天鄭文燦被收押 你知道嗎 看守所的編號這一件事情 應該是秘密吧 如果鄭文燦沒有同意 他是一不應該被泄密的吧 請問大家有沒有知道 鄭文燦的編號是幾號 有 媒體有寫啊 是啊 為什麼 這是不是泄密 如果真的要辦泄密 請問桃檢這一件事情要不要辦 重點是當事人不願意喔 對 當事人不願意 他是號碼出來之後 被人家抗議之後 這個桃園的地檢才回去問說 鄭文燦不願意 鄭文燦不願意 他才修正了改編號 那這是不是泄密 再來還包含什麼 他的同寢室的成員 是什麼幾個什麼 什麼案子的涉案人 什麼涉案人 全部都是 還有包含他當天晚上 要不要吃飯 全部都出來講 這是不是泄密 我要講的是說 在我們相信司法的狀況底下 司法在辦案 應該要一視同仁 但我們在看到鄭文燦的 這個案子裡面 我相信鄭文燦的清白 但是我認為他也應該接受調查 但在整個過程當中 調查的過程當中 似乎讓人家看到 有很多不尋常的狀況 蠻多不尋常的訊息 那包括什麼 說那個調查官在監聽的時候 聽到一段 那個被監聽人是指鄭文燦嗎 他想說 我的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聽 順便問候線上的朋友 對 這個細節蠻多的 被監聽人有好幾個 未必是鄭文燦 因為那個料 現在被收押那四個 他們一定都有被監聽 所以未必指的是鄭文燦 因為那個沒有寫得很像 他並沒有交代說是鄭文燦 都是被監聽人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是誰 但是寫出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而且以我認識的鄭文燦 這不是他講話的口吻 他很沉穩是不是 對 文燦雖然有時候 私下會開開玩笑 但是他不會用這種 比較輕挑的語氣去講話 所以我研判這個 所謂的被監聽人 應該是指別人 那至於說通話的雙方 到底是誰跟誰通話 說實在 我們真的也不知道 不過我就點名 桃園監獄的副典獄長 你不要那麼響洪 響洪你辭職 來 坐在我們旁邊 我們一起來評論 沒事接受記者訪問 還去跟記者講鄭文燦的編號 你是怎樣 你是這樣可以得到獎品嗎 太超過了 對 你太超過了 因為當事人已經說 我不要透露我的編號 你憑什麼出來講 你以為你副典獄長很大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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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